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?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's go 雅加達 雅加達 你開麥? 雅加達 喂 聽得到嗎? 雅加達 你好 阿恩幾歲 哪裡人? 你好 40歲 在加州 你在加州? 那你叫雅加達 因為馬上要去雅加達出差了 喔好 來 這個40歲加州的朋友 好 來 這位加州網友你想說什麼? 我想大概講一下這個 呃 武統的必然性 喔 來 你說 因為我不太想從意識形態啊 或者對錯的角度 我想從 盡量客觀的角度吧 從一個理工科生的角度 去看一下這個武統的必然性 欸 就是 武統嘛 一般都是三個地方嘛 對吧 三個角度 一個是從台灣的角度 一個是從大陸的角度 再一個就是 從這個國際的角度對吧 從各個角度談武統的必然性 對不對 對 好 那第一個角度就是台灣角度 嗯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台灣的歷史啊 呃 台灣從 啊 這個 荷蘭人 對吧 嗯 到這個鄭成功 嗯 對吧 到後來這個 清朝 到日本人 對吧 到蔣介石 嗯 所有的這個政權的過渡 都是通過武力的 嗯 這個沒有錯吧 嗯 對吧 所以說台灣的實際控制者 是不會主動交出政權的 嗯 所以大家不要有幻想 嗯 嗯 即使在台灣最弱的時候 也就是曾科爽那個時候 他連外援都沒有 嗯 他也是不會 他還是要打 嗯 嗯 或是打了澎湖 對不對 嗯 嗯 這是從台灣的角度 嗯 那從大陸的角度呢 就是說 我雖然是說 這個知道說 從個人角度的話 是比較支持武統 但是呢 從這個 我想勸大陸總報一句話 就是說 嗯 我聽很多人講說台獨很搞笑 想獨立又不想打仗 對吧 嗯 但是實際上 你反過來講 想統一不想打仗 也是很搞笑的 嗯 是不是 同樣道理呢 嗯 嗯 對啊 那第二個角度 這大陸角度 就是說 我們可以回歸一下大陸 拿下來的這些地方 對吧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收復新疆啊 西藏啊 這些地方都是通過 相當於是 武力手段 對吧 嗯 通過武力手段打下來的地方 都還會有各種反覆和動亂 嗯 對吧 嗯 那不用說你不用武力打下來的地方 那就更會更亂 嗯 對吧 嗯 然後呢 香港是唯一一個不用打的地方 對吧 都打過來了 嗯 結果結果是最後導致了幾十年後的反送中 嗯 對吧 嗯 然後第三個從國 從國際的角度 對吧 從歷史角度來講的話 那是歷史是沒有捷徑的 嗯 那我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 中華民國的成立 雖然經歷過辛亥革命 對吧 嗯 但實際上單位來講比較和平啊 打了一些仗的 嗯 比較和平 最後的結果就是和平代表什麼呢 和平代表記得利益集團沒有被清除 嗯 社會改革不徹底 嗯 一些遺留的問題呢 就沒有得到解決 嗯 最後的結果就是 袁世凱復辟 嗯 北洋軍政府幾十年 是吧 亂轟轟 嗯 然後張勳復辟 嗯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印度 對吧 印度的獨立非常的和平 嗯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嗯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留下了一堆問題 種姓制度 嗯 買半 繼續把持國家 嗯 對吧 這就是說 這種和平方式的 社會變革的不徹底性 嗯 那最後我想說 就是說這個 啊 又一句話就是說 好像昨天司機說是自由的 說過一句話是吧 自由的代價是一代人 嗯 然後這個 平方代價是 永遠 嗯 那我用同樣的一句 一個一個句式來說一下 就是 武力統一的代價是一代人 嗯 和平方統一的代價是幾代人 嗯 嗯 好 大概就說這些 就這樣 你不是要各個角度嗎 那從台灣 那從台灣的角度呢 還是台灣 台灣沒有在 沒有角度 沒有台灣角度不是講過了嗎 台灣角度是說 即使在台灣歷史上最弱的時候 嗯 啊 台灣的實際控制者 也是不會主動交出政權的 這邊台灣 是國民黨執政 或者是 柯文哲執政 還是 民黨執政 都一樣 嗯 嗯 我老是做土皇帝 我幹嘛要教室中權 嗯 對吧 嗯 我當一方諸侯 哪有對自己 再三為王 比較 嗯 嗯 他是不會 但是 但是這個 從歷史上角度上 又有一個很 怎麼說 台灣的角度 是台灣 反正一定不會去接受統一的 所以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對 我以為是從台灣的角度 也有 說 武統的必要性 這是兩個概念 OK 你像是說他 普通必要性是因為 他一定不會主動交出政權 OK OK 我誤會了 我誤會了 那最後一點就是說 嗯 從台灣的角度來講的話 但是也有一個歷史的必然性 就是說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歷史上面 只要像我說的這些什麼 荷蘭人啊 鄭成功啊 嗯 清朝啊 日本人啊 嗯 國民黨啊 你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 如果武統是必然的話 那麼這個結果是什麼 嗯 結果也有必然性 從歷史角度來看的話 結果的必然性就是 外來勢力一定最後會贏 嗯 他只要對台灣提出了這個 控制權的主張 基本上最後都贏 嗯 沒有一次是輸的 嗯 大概就是這樣 嗯 嗯 好 OK 嗯 好 謝謝 謝謝這位加州的朋友 謝謝你的分享 OK 好 OK 好 拜拜 好 來 我來謝謝YT的斗內 謝謝這個 暴怒美女 來 暴怒美女 你老 欸 不是老 LSP文案太low了 免費給你兩個商品文案 5030今年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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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 28歲 柳蘭蘭蘭蘭蘭 日常生活感言 殘廢餐 絕不缺席 這種杯子 買一個 睡一個 常買常有 商機看漲啊 哪有人 Logo是這麼 哪有人Logo這麼這麼這麼那個 欸 喔你是說我的那個頁面的文案 是不是 喔 5030今年又又又又又 28歲 柳蘭蘭 日常生活感言 餐廢餐絕不缺席 這種杯子 買一個 睡一個 常買常有 喔 這杯子不要買一個 睡一個嘛 這個杯子 我覺得很漂亮啊 好不好 歡迎大家就是 上我的商城去訂購 LSP Logo系列商品喔 有很多種啊 有那個激光雕刻還有 變色的 還有手機殼 還有各種商品啊 大家可以逛喔 這個是最最一般的馬克杯 喔 但我覺得蠻好用的 我要買一個深綠的 送給我一個深綠的朋友 好 下一位 驚喜 現在又是工商時間 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推薦 我在TikTok平台 推出新的Call-in節目 叫做 2100全民開嘴 我會跟台灣知名的媒體人 羅友智先生 一起主持 大家上TikTok平台 搜尋 2100全民開嘴 訂閱我們新節目的頻道 買1000人我們的節目就開播 還不訂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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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快訂閱